经过十一年党建财团发展 南岛官苏丽兴团爱心教育家乡 新建议区策交两种机型开港党头电力 由党首长罗金庆主持副官党王水迪 丁贵宾需要出席 参目党头议事过程简单两种 苏丽兴团爱心教育家乡新建议区 开港党头电力 在普代国中三国队的政策表演之下 流着进行 工程顺利圆满平安 好 感谢今天的掌握会 我们目前建筑经费是一亿五千三百万 那目前经费还差八千多万 很希望各界善心人士还多多支持 但是这方面的社会资源 我们南党县因为中央的政策在所谓的身心障碍教养的资源不足地区 竟然没有包括南党县 这个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政策应该可以有检讨的必要 因为中央的政策 南党县没有来自身心障碍教养资源不足的地区 其他社会国家存在团县 帮助现款完成新议区的行举 所以说在这里请我们社会国际公保 我们所有的社团能够来改造行业 监制一些情绪 让他们的行业工作可以顺利来完成 政府大党主席也非常用心 全新的投入一些工作国家做不到的 或是做不到的 想过基层的 他们来帮忙来处理 真的感谢他们的付出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环境 有一个英文固定的这个政策 对他们的未来 还可以说真的温暖的一个建设 今天这个院区虽然已经动土了 但是相对的在经费方面 就远远的还不足 大约有八千万的这个缺口 要呼吁中央与地方 帮我们大家共同协力 因为呢这个教委院 其实是在帮我们社会解决问题 那特别是中央呢 它有一个条例 针对这个资源严重不足的 这样子的县市 它可以给予更多的补助 所以我希望未来呢 我们朝这方面来努力 背变心心中的孩子是一条辛苦的 需要结合公司部门 很多方便的人力、物力 还有在力的支持 才能为人打造一个安全无障碍 有生生活的空间 继续环龙君插红报导 好